大家早安 群眾現場持續帶您關心 俄烏戰事 現在已經進入到第11天了 雖然昨天兩國協議說要開設 人道走廊 讓平民逃難 俄軍也強調說 絕對不會對平民開槍 但是位於烏克蘭東部的一處小鎮 在被俄軍佔領之後 現場的抗議民眾高舉著國旗 對俄軍叫囂 而在這抗議過程當中有開槍 還導致平民被擊倒 這段影片是CN引用當地民眾 所拍攝的畫面 影片當中先是突然聽到了 兩聲的槍響 在最靠近俄軍的兩位抗議民眾之一 疑似中槍倒地 那麼CN引用也報導說 有受傷的抗議民眾 被其他人抬離現場 不久之後 俄羅斯軍方再次朝空中開槍示警 試圖要驅離民眾 而目前已經知道 有三位的抗議人士 是受傷的狀況 目前也都送往醫院來治療當中 為了要因應俄羅斯的入侵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是再度的積極尋求外援 當地時間5號跟SpaceX的執行長 馬斯克來通電話 要求有更多的新鏈衛星網路服務 而馬斯克也宣布 烏克蘭將會獲得更多的幫助 剛剛你看到的是兩個人視訊通話的畫面 那麼澤倫斯基現在更是邀約馬斯克戰後 到當地訪問 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澤倫斯基的內閣曾經多次來跟馬斯克喊話 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新鏈網路服務 對此馬斯克曾經正面的給予 允諾說要給烏克蘭更多的幫助 而現在更宣布說 烏克蘭下週會獲得更多的新鏈服務 不過馬斯克他先前也透露說 新鏈曾獲得部分政府的通知 要求封殺俄羅斯的新聞來源 但他強硬的表示說 除非是自己被槍指著 否則根本不會這麼做 因為他本身就是個捍衛言論自由者 另外澤倫斯基他在當地時間5號 更是利用視訊的方式 跟美國華府參議員來視訊 澤倫斯基是跟華府的議員要求 希望美國可以實施 禁航區的這樣的禁令 以及對經濟方面 制裁俄羅斯的油氣項目 謝布丁 什麼還有需要這個決定 澤倫斯基不但要求說 美國向俄羅斯實施禁航區 同時他也跟美國要求 要更多的空中武力來支援 而美國目前的美加倫油價 也飆到新高價格 逼近4美元一加倫 對俄羅斯來實施油氣的制裁的話 可能會重傷的是美國自家的經濟 因為可能會影響美國的通膨 更加的惡化 不過現在對於設置禁航區的議題 西方國家目前是傾向不設立的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重大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都認為說 一旦設置了這個禁航區的話 就等於是跟俄羅斯全面開戰 那麼同時間普丁也表示說 任何國家尋求在烏克蘭上空 設施這個禁航區的話 也會被莫斯科認為是介入武裝衝突 現在我們聽說 我們要做一部飛機的封城 在這部飛機的封城 在這部飛機的封城 做得不可能 在這部飛機的封城 可以只能在這部飛機的封城 但任何動作在這部飛機的封城 會認為我們會考慮 像是在這部飛機的封城 那麽普丁也表示 西方各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就像是宣战一样 他也认为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为这样的行为作为辩解 他认为说想要的是一个 非军事化去纳粹化的 中立邻国乌克兰 宣称莫斯科要捍卫的是 乌东俄语居民的利益 跟俄罗斯自身的利益 那么现在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普丁表示 没有宣布俄罗斯戒严的打算 而最近消息 普丁也将签署了一项命令当中 禁止了一些对西方国家 有害的这些个人或是企业 那么普丁的强人形象 更是深植人心 这次强势的攻打乌克兰 不过现在就被外媒发现了 俄罗斯的宣传战 好 除了一般的军方的文宣之外 现在更直接让年轻的 这些无辜少女们上阵 也被外界批评说 是不是企图利用少女 这些可爱清纯的外表 来进行大内宣 好 这是一段最近在俄国军方的 教育电台当中的影片 出现了这一位穿着浅蓝色的 可爱少女 她还绑着两只辫子 感觉这年纪真的是满轻的 但是这个清纯的外表之下 一开口却是违和的大谈 乌克兰的情势 她是年仅12岁的少女 叫苏菲亚 她电视上就说了 好 明显是被搞演出 她说乌克兰的战争 是要向全世界传达世界和平 她也说俄军进入乌克兰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保护在当地的俄罗斯人 免于受到新纳粹主义的威胁 而根据外媒的报道 其实普丁多年之前 就先下手了 从小开始训练这些娃娃兵 那么年仅大概就是8岁到12岁的 将这些年纪轻轻的小少女们 调教成可以随时持真枪上场的战事 博硕要这样的战争 其实最可怜的就是平民了 超过有140万的乌克兰人 逃离家乡 跟父母分隔两地的孩子们 也越来越多 其中有一位老妇人 她就带着三岁的孩子大卫 从哈尔科夫 花了整整的三天 才走到边境 刚刚你看到画面 是根据日媒NNN的报道 说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持续遭到炮火攻击 而大卫一家人决定要逃难 不过大卫的妈妈为了要照顾她的先生 所以决定两个人还是先留在乌克兰 那么大卫就跟奶奶 到德国的亲戚家来避难 跟大卫分隔两地的父母 现在只能够透过视讯 才能够看到孩子的脸 不过现在这种 看不到未来的逃难生活 是不是赶快就可以结束呢 相信是所有乌克兰 线下最殷切的愿望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